牙齿痛的时候咋右边 老师这个人正好门牙痛 两个都给他下去 好 好不好 那你说门牙痛 旁边那个肿很大 没关系 银胶放血 对不对 好 刺破放血出来 龙血放出来 就可以 就好像跟管治疗一样 放血出来 下针都可以 针下去 你用一般的针 刺进去一拉出来 血就出来 好 你不要整人嘛 你这个针里 在银胶血上面放的不动 他 他对 刚好等到门牙 门牙齿前半尺会冷的 不好 好 来 这牙痛的止痛穴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个脉 有脉 所以你下针的时候指甲切 指甲 反正有脉的地方指甲切一下 尽量避开脉下针 那你表面上可以看到 我们比如说你看到 有那个 那个青筋在这边 你不要就砸到青筋上面 那青筋就是静脉嘛 你就砸到旁边 把它移开点再砸 不要直接砸到上面 血涨很大 没有关系 好 那砸 砸这个牙齿痛河骨的时候 你不要太贴近骨边 会把它伤到骨膜 骨旁边的膜 好 旁边一点就好了 不要不要顺着骨边下进去 顺着骨边下进去都很痛 好 不好 好 那这个河骨穴呢看到没有 妇人呢怀孕的时候 不可以下你们就记得 怀孕的时候河骨不要下针 在医书上面说 可 你们有没有孕妇 这个可泄不可补 那你现在知道补蟹啦 大肠筋的经络呢 是从羊 首山羊都是从四肢末梢往身上走 所以 上羊 二肩三肩河骨气血是这样走 你如果顺着气血下针 是不是就叫做补 同样一个穴道 逆着气血下针 是不是叫做蟹 好 那孕妇的话可泄不可补 好 下河骨针 不要往这边下 往这边下 那如果是我手地痛 我这肩膀抬不起来 痛也有吧 酸也有 好 你一个河骨穴是圆穴对不对 我们可以补蟹同坐 你先治疗他痛 他痛到这边 针砸到河骨去 先砸到河骨 先引到气 引到气后把针提起来 提到皮肤旁边很浅层 不要提这样还不行 提到很浅层 你感觉针可以动 然后对着 顺着大肠间的经络 你也不要太斜 这不是整人吗 你碰对不对 稍微再一点点斜进去 代表它是腻的 腻的大肠间的精气下针 这就是蟹 痛 现在痛没了 还有酸 OK好 针在提起来 没有同样针在提起来 然后转回来 对着他的 顺着他下针 酸就去了 这叫做 虚实都可以治疗 这个穴道 我刚刚一再跟你讲 有个河骨脉洞 我们中医呢 在接生小孩的时候 怀胎十月 要生了对不对 那个产妇的进去摸那个太太 中医要看看他那个门开了没有 急着急着 中医不是这样子 中医进去摸那个太太 孕妇的 临产的时候他肚子开始震痛 我们手这样抓脉的 这样抓脉 如果这个河骨 这边有个脉 一路跳跳跳跳跳到这边来 河骨脉一直穿着直掌骨 要生了要生了 就开始了 如果病人开始震痛 你摸这个脉没有动 没有没有往上浮起来 浮到这边来 还没有 那个是假性的震 那个那个震痛 马上可以知道 这是河骨 因为河骨是气脉之所在 直接通到子宫 我马上可以诊断出来 跟着大肠经走的地方 如果大肠经 你这样子看是大肠经 如果放正面呢 食指 这是桌 食指 这个侧边呢 就是大肠经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我们用在小儿科 儿科的时候 我们这叫做风观 气观 命观 小孩子我们看小孩子 我们指头小手 那个指头扳开来 一看 如果说 他的这个 这边有黑的青经 风观这边 病在浅 表很好治 到了气观的时候 病毒比较重了 比较深了 到了命观的话 小孩子无知了 要准备走人了 就很危险 那你们就是医书上这样讲 你不能说一看到 老师他已经到命观 帅了走人了 他就死掉了 你就丢了 你只要想办法再检查 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对不对 不能放弃掉 我们我们当医生不到最后最后一个关头 不不 绝不轻言放弃的 哦 哦 不要说这个这个医书上说没治的 不治好 我们方法很多 教你很多方法 我们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找出来 哦 就好像一开始那个球 我们要知道那个病灶 有没有非常多的切入的角度 但我们找最短的角度切进去 那就是高手了 哦 所以有人治病 同样治病 可能治治肝病治了八个月才好 可能我们治了六个月 或者是半年 或者是四个月 四个礼拜 哦 同样是把病治好 我们切入的角度是捷径很快 哦 那病人也省掉很多病痛 啊 家人呢 也省掉很多这个带 这个陪病人的辛劳 哦 有一家里面有个病痛的话 全家都受累 很麻烦的 哦 这是我们看 那个清清的 这个辩证 小浩克辩证会看到这边 再来呢 阳溪 阳溪穴很好找 你看我手这样握起来 你看这边有凹洞 有没有 这样一拉一张一张开来 手一用力一拉撑开来 这边有个两个金的凹洞 这凹洞就叫做阳溪穴 阳溪穴 那阳溪穴呢 是金穴 刚刚这个是他的金穴 阳溪魏晶的金穴 他是属虎 金穴属虎 那 像里面的内阵呢 像比如说那个里面的智阵 什么暮风刺烂啊 好 这个寒热穴疾 往来寒热 这个你都可以看看 我们真正在智这些阵的时候 其实这些穴道非常少用 我们有非常好的使用的穴道 那些穴道用完了已经好了 你为什么去好去去 针灸最不好练的就是 他的穴道前后的穴道很接近的时候 就是智的症几乎论同 那你到底要选哪个取舍你不会取 其实你没关系 其实对我们来说 真正在事后 真正在临床的时候 那些穴道我几乎没有用过 像阳溪穴几乎很少用 除非对方有对称的痛点 以后我会讲到对称之教法 我才会用 否则真的我们要用什么网 还是怎么用的阳溪 我们穴道太多可以用了 不需要用这个用到这个阳溪 那很多穴道都是一样 用的用途不多 因为我们有很多大穴 哦对不起 这里要补充一点 我们身上有呢 有四关很重要 有四个关 好四个关 那河谷呢 就是两个关两个河谷 脚上呢 还有两个穴道叫泰冲 河谷 双河谷 你下针两个河谷穴 下两个泰冲 泰冲就是脚了河谷 脚了河谷 你两个脚了大拇指 还有二指的中间的地方 脚河谷 这叫做开四关 开四关穴 四个关头 那开四关的目的是什么 有个病人在找你 你跟他说 你有哪里痛啊 我到处都痛 你想扁他 这个叫做扎 这个踢场子 你看故意跟我来捣蛋 对不对 我们有十二经络 这个你不讲哪条经络 我怎么 我们有很多穴道可以找 居然说到处都痛 那我怎么下针呢 对不对 任慢通通通下 美金的紫线母线通通下 呃 不用 河谷太冲 你一下去 病经就出来了 通都没了 哎呦 现在我知道了 我是肩膀后面通 好 这就是开四关 开四关 那我们河谷呢 还可以做诊断用 因为河谷是气 气脉非常大 河谷气非常旺 所以河谷是越大越高的人 气越足 病人 久病的人到后来 河谷肉都没了 越来越扁掉 凹进去了 你看那中风的病人坐在 这个河谷病人这样子 根本只剩两个骨头 看到肉都没了 气就没了 所以我们这个河谷很重要 河谷可以看到气的 好 心衰 再来呢 偏利穴 这个偏利穴呢 是 索阳明的落穴 诸位刚刚读过 哦 肺经的落穴是裂缺 好 裂缺是这样找 偏利穴呢 是大肠经的落穴 那这边跟落穴 这边跟落穴 换句话是两个是通的 这是反观脉的地方 好 这是 大肠经的落穴 好 那 由于有落穴存在 所以阴阳是互相协调 互相制衡 互相平衡的 好 互相平衡的 这是正常人才会平衡 好 那不正常人不平衡 我们想办法拿到平衡 就正常了 好 呀 那个偏利穴呢 好 里面的治症很多 什么肩痛啊 什么往来含着喉痛啊 好 你看后最后面呢 这个 这个 如果大肠经的遇到食症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偏利穴 就是病人有牙齿痛 或者是耳朵有耳鸣的现象 虚则死寒 大肠经的虚症的时候 牙齿怕冰冷 怕风吹 怕寒冷 好 我们用补姿 所以落穴和圆穴 我们可以在这个穴道上面做补穴 好 都可以 好 一个穴道就可以做 就可以做补穴 再过来呢 就是所谓的温流穴 好温流穴 温流穴呢 从偏利 最好找的方式就是偏利这个穴道 上两寸 大肠经道 各位看好 这里我们这个手肘 这个骨头这边 这个上面叫做阳 下面叫做阴 所以肺经一定在这个骨头的阴侧 这个骨头外面是阳侧 叫做大肠经 哦 这个一阴一阳 那从偏利穴上两寸呢 就是温流穴 那我们只要大肠经的穴道 这个角度 这个直接下去 或者这样下去都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我们就下了 顺着这个骨头 旁边骨缝那样下针 顺着骨缝那样 这个角度就像这样子下针 好温流穴 温流穴呢 是大肠经的吸穴 是大肠经的吸穴 大肠经的这个炎症我们都可以用他 好都可以用他 那我们讲下链上链 三里 好 还有手三里 还有曲磁呢 我们从曲磁往回头找最好 曲磁是我们人身上一个大穴 注意看 当你把手掉头弯起来的时候 曲磁一定是拱手 手拱起来去 好 在这个拱手 起来以后 这个纹头跟这个肘肉的中间 这个这个肘骨和这个肘骨的中间 你不能太靠近这个肘骨 太靠近这个肘骨很痛 这就是曲磁这个大穴 大概在肌肉和骨头的中间 这样下针下进去 一定是拱的时候取 直针进去 曲磁的针是直的 好 直的下进去 那曲磁就是大肠经的和穴 和穴 那曲磁学性是土 那按照阴阳五行来说 大肠经呢 是属于经经 本身这条经络的属性 五行里面是属于经 那土生经 所以和穴是土穴 土生经所以就变成曲磁呢 好这个穴道呢 就是大肠经的 母穴对不对 母穴 大肠经的虚症呢 股脂 虚症 就可以补它 什么叫大肠经的虚症 为什么肩膀抬不起来 痛多久了 五六个月半年了三四个月了 虚症我们再对策 那个曲磁下针 曲磁的穴道呢 本身就是 母穴就有补的效果 好 那在这里呢 我再介绍一个 连转法 好 我们有补线 这张插体 还有方向 对不对 那你如果在这个角度 那你做左右的顺的 腻啊 很痛啊 你跟这个 对不对 要整人嘛 好整人 那我们就 这个时候转角的地方呢 我们就旋转 连转 好 连转的时候怎么看 你看我这边 这个针进去以后 你不要记 用心理想的 心理想的 这个气 刚刚是不是这样上来的 我不是 那个 上阳 二间三间 河五阳西 偏离温流 夏天三连手三连 好 曲池轴疗无礼 那曲池在这边 这个我们刚刚 我刚刚念这个穴道 就是气血的走向 好 是不是这样走的 好 那你针下进去以后 酸 气到了 气到了以后 开始做补屑 当然你可以 稍微提一点就是补了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偷懒的补一条 那我们可以用连转法 好 连转法的方向 是这样子 过去 很快速的过去 慢慢慢慢慢慢的过来 很快速的过去 慢慢慢慢的过来 很快速的去 慢慢慢慢的过来 你不要一直过去 好 一直过去也不好 好 那 那你过去也忘掉 怎么回来 好了 卡在里面了 老师 针卡在里面怎么办 那我来很快 我还是可以取出来 你在上下一寸的地方 各下一针 因为你下针的时候 病人会专心到这边去 这个肌肉就松掉 拔出来 你如果硬扯 也会出来 一出来针变得很粗啊 好 那个肌肉都给你缠得拔出来 你如果把你岳母这样砸着 我保证你 你缠了 你好 好 你就好看了 好 尤其是帮岳母下针要特别小心 好 好 这是我们下针的手法 这是连转法 我们叫连转法 好 连转 这边是这样的 这边呢 你针下去以后呢 气血是不是这样上来的 对不对 你针下去以后 过去 慢慢慢慢的回来 转过去 慢慢的回来 这就是 所以说如果病人在我对面 我同时下曲池的时候 我的补的方向是 很快速的过去 慢慢的回来 好 那我们既然要补 补呢 是采阳素 好 谢呢 是采阴素 所以我们常常用的是 比如说五下 谢了六下 好 六下 好 六下 那 比如说什么叫 好 病人面对 病人是面对的我曲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拉一点 你知道我拉一点的意思吗 这是笔 谢的话 我们扎扎到二间上面 对不对 二间同样的病人面对的我 这一手的二间跟这一手的二间 谢的话反方向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往来推一点进去 好 这就是补蟹 那连钻法一般用在 不方便使用 银髓 我们叫银髓有没有 好 叫银 水 银髓 银就是顺着 顺着 就是 银就腻着它 气血这样下来腻着它杂成 叫做银嘛 髓就顺着它 我们叫做银髓补蟹 银髓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那特别名称我们叫做银髓 所以你看针灸大神看到 有银髓的时候就知道 银就是 气血这样来我对着它下针 就是 谢 髓就是顺着它下针就是银髓法 那银髓法要用在 可以银髓的地方 那二间的话你银髓都很痛 对不对 曲直银髓也很痛 你就连转法跟插体法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曲直银呢 是大肠筋的母穴以外 这个曲直银是上半身 肚脐以上的消炎穴 肚脐以上的消炎穴 所以我们皮肤痒 大肠与肺表里 那我们可以下曲直 合骨一是气血 皮肤管气 所以上半身最好治疗皮肤痒的大血 就是合骨和曲直 同时下针 因为曲直有消炎的作用 我们身上有五个穴道 这五个穴道配在一起 什么皮肤痒 当场病人躺在床上 病床上 你针下去 在那一阵子就 二十分钟 病人完全不痒 就在下针的同时养去去掉 你没有 痒痒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 你没有痒过 你不知道什么叫痒 痒起来受不了对不对 你就躺上去针一下 下去不想去抓了 很快 质痒效果非常快 但是上半身与曲池 跟合骨两个是最有名的 质痒皮肤质痒穴 质痒穴道 好 好